各位老师下午好,我是布鲁克的运营工程师张玉成 今天我大家直播的题目主要是精力吃寸的计算 这就EVA系列讲座第五讲了 这节课本来上次讲的,后来我们直播出了点问题 我们推到今天讲 那么我们首先要理解一下 讲精力吃寸之前我们要分清楚几个概念 我们最常听说的粉末、颗粒和精力 我们一般来说,你比如测样的时候 看到的东西就是粉末 那么它是由什么组成呢 它是有一系列的小颗粒组成 就像我们去河边抓一把沙子 那沙子有一定的颗粒 这个就是颗粒 那么我们说那精力是什么东西呢 那么这个一个颗粒里面 它还包括了通常来说也就是一个二次聚集体 它其中有一个或多个精力组成 你像这一个大的颗粒 那里面有各种好几个精力的组成 那么这个颗粒的大小 就是我们看到的,比如我们看到的食盐 或者看到沙子 这个颗粒的大小呢 我们通过常规的粉末演示测不出来 我们需要利用小角散射测这个颗粒的尺寸 那么在一个颗粒内部呢 还能存在一个或多个小精力 那么这个精力的尺寸呢 我们常规的XRD能测出来 那么这个精力呢 就是一个小块的单精体 它精力大小了 我们可以用粉末演示 给它确定出来 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就是 如何确定我们这里 一个样品里面的精力尺寸 那么XRD里面计算精力尺寸呢 通常根据这个泄勒公式 这个泄勒公式具体来说就是 我们这个精力尺寸引起这个线形的展宽 与精力尺寸的成反比 也就是说你这个精力尺寸越小 那么演示风就相当于越宽 那么我们看这个公式 这块就是精力尺寸的大小 然后分子上呢 就是Kλ λ就是我们正常测量的波长 那个K就是一个系数 那么在分母上有一个β 这个就是有演示风的半高宽 然后cosθ 这个θ就是演示风位 就一般说演示角的一半 从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出来 当演示风位一定的时候 我们演示风的半高宽越大 那么精力尺寸也就越小 就是说风越宽 那个精力尺寸越小 你像我们到一般来说 这个公式适合纳米级的 也就是一到一百个纳米的精力 范围是比较准的 你当这个精力尺寸到维米级的时候 利用这个公式计算 就不太准了 还有这个泄勒公式计算 精力尺寸的时候 我们一般假定 其他微结构的影响可忽略 因为除了那个精力尺寸的话 我可以引起这个演示风的展宽 像一个微观应变 包括金隔缺陷 我都会造成展宽 我们要忽略其他因素的情况下 单纯靠精力尺寸的展宽 就根据这个泄勒公式去计算 那么这个里面一个K值 就是泄勒常数 这个与半高宽的确定方法 精力形状力度分布有关 它没有一个确定的值 一般来说 我们最常用的可能起一个0.89 这个就是默认 我们这个精力尺寸是球形的 也就是各项同性的 那么你要有时候 你想文献中 他们看一下有0.87 有1 有各种各样的值 那么真正我们大家具体计算的时候 我们要可以参考文章中 文献中 它这个K值是多少 我们要计算都行了 或者你只仅仅为了比较 不同样品之间的 精力尺寸的相对大小 你这个K值是个1 或者0.89都行 这个就计算 精力尺寸的泄勒公式 那么精力尺寸对逢框的影响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就是我们测到的 X尺寸的图谱 你可以看到 当精力尺寸比较大的时候 比如一微米的时候 精力是相对比较细的 变成100纳米的时候 是颜色峰开始变宽 到10纳米的时候 继续变得更宽 变成5纳米的时候 变得更宽了 那么我们往极限里考虑 当精力尺寸变成无限小 比如零点几个纳米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将来 不是一个丰瑞的 敏热的颜色峰 而是看到一个大骨包 这个骨包呢 我们通常认为 就是一个非晶态 也就是说 当精力尺寸 到无限小的程度的时候 它都变成非晶态了 我们看不到这种尖锐的峰 而是看到一个大的 非晶满散 馒头包 这就是精力尺寸 对峰宽的影响 所以说 右侧呢 你可以看到 当这个是 这边你看到 颜色峰是很宽的 按理说精力是很小的 这是扫描电镜 我们看到的图片 它是一个颗粒 我们扫描电镜 通常来说 乌登斯扫描电镜 它的分辨率是 微米级的 所以说 它测不了 看不到精力尺寸 你现在看到 这个里面很大 其实是一个颗粒 它真正里面的精力 是很小的 精力是很大的 那么同样 当这个里面 你看我们看到的颗粒 很小 其实精力 精力是很大的 然后颜色峰就很细 这里面的颗粒大 但是精力小 颜色峰就宽 所以说 精力尺寸 扫描电镜 通常来说 是测不出来的 除非你的精力很大 一般来说 你通过SRD去测 当然 你常发式 扫描电镜 或者透射电镜 可能看到一些 大的纳米级的精力尺寸 如果很小的 比如几个纳米的话 我们通常靠 XRD去计算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测量的 一张颜色图谱 从这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有什么差别呢 这个颜色峰的粗细 不一样 你像这个颜色峰 是很窄的 那么这个颜色峰 是很宽的 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个样品里面 它精力尺寸 是各项异性的 也就颜色峰 宽度不一样 你像这个颜色峰 比较窄 我们根据 谢勒工资算出来的 可能有25个纳米 精力这么大 那么像这个颜色峰 比较宽 它将来精力尺寸 就是个6个纳米 也就是说 当我们将来 计算精力尺寸的时候 如果我选择 其中某一个峰 或者几个峰的时候 那一定要确定 你这个颜色峰 有没有精力尺寸的 各项异性 当颜色峰 长得都 都差不多宽窄的时候 我们用哪个峰 或者挑几个峰 去平均值 也可以 当这种颜色峰 很明显的 有很窄的 很宽的时候 也就是精力尺寸 各项异性 比较明显的时候 如果你仅仅挑几个峰 去统计 那么误差就比较大 那么 接下来讲一下 我们计算精力尺寸的 里面 它有几种方案 我们精力尺寸的计算 都是基于 谢勒公赤 那么在这里面 根据谢勒公赤 我们要计算 颜色峰的半高宽 根据计算 半高宽的方式不同 我们有几种计算 精力尺寸的方案 第一种 就是直接计算 某个图谱中 颜色峰的半高宽 也就是说 我看到这个图谱里面 这个颜色峰 我直接计算 这个半高宽 我不再区分 有没有KF2 有没有一气的宽度 我不再区分 直接依这个峰的 整体宽度 作为一个半高宽 计算精力尺寸 这个是一个 很方便快捷 它适合啥呀 颜色峰比较宽 一般对纳米材料 你颜色峰特别宽 我根本看不到 KF2的峰 这时候呢 我们就是 直接可以 直接计算半高宽 就可以了 像第二种呢 我们先扣除KF2 然后再计算 某个颜色峰的 半高宽 这个适合啥呀 我颜色峰 一般精力 那个精力尺寸比较大 颜色峰比较宽 颜色峰那个 有时候它分离 分离比较明显 接近也很好 KF2特别明显的时候 我们要算 颜色峰半高宽 要算积分面积 这时候你不扣除KF2 那么算半高宽会有一定误差 所以我们可以扣除KF2 还有一种呢 我扣除KF2之后 我再扣除 一气的宽度 再计算半高宽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颜色峰的宽度 它除了KF2 KF2外 还有个一气本身的宽度 我们要算精力尺寸 那么我们最理想的是 将一气这个宽度扣除 剩余的才是我们 样品的信息 这时候我们得到精力尺寸 才是比较准的 那么我们根据 谢了公式计算的精力尺寸 它代表什么呢 我们也就是说 每个颜色峰 我们都可以计算一个精力尺寸 它这个精力尺寸 代表的是 垂直一颜色方向上的 精力尺寸大小 也就是说 我一个颜色晶面 我垂直这个晶面方向的 精力尺寸的大小 就在纵向的大小 这代表这个意思 那么在不同 不同晶面上 我得到的精力尺寸 只代表这个晶面 发现方向的尺寸 如果我精力尺寸 各项同性 那么利用各个晶面 算出来是一样的 如果精力尺寸 各项异性 它算出来就是 不一样的 所以说 我们为了理想 比较减少误差 最好是求 多个颜色峰的半高宽 算一个平均值 或者根据 每个颜色峰半高宽 算完精力尺寸 再算平均值 是比较准的 这是我们常规的 EVA软件 当然我们现在 TOP的软件 可以算整体 提及平均 精力尺寸 这样的话 综合了所有图谱 全谱的值 那么我们今天 只讲这个 EVA软件的 那么我现在 举个例子 以二氧化式 样品为例 介绍一下 上述方法 怎么算 第一种 这是我们测量 二氧化式的图谱 我们从这可以看到 每个颜色峰的宽度 基本上一样的 说明这个样品里面 你根据每个风 算出来 误差应该 不会差别很大 因为半高宽 很接近 那么我们第一种情况 直接利用半高宽 计算 精力尺寸 那么我们利用 EVA软件里面 创建积分面积的方法 计算这个 这个半高宽 那么在这个积分面积 弹出窗口里面 在右下角 这里面直接有个 精力尺寸的大小 这个单位是I 所以你看到这个后 将来就是这个精力尺寸 就相当于28.3纳米 仅仅利用这一个峰 那么这时候 我们刚说了 一气的宽度 我不考虑 就默认这个一气宽度是0 我们不考虑它 在这里面 你会看到有个K值 这个K值 你也输入0.89 输入0.1 会输入不同的值 它计算着精力尺寸 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第二种方式 我们先抠除KF2 然后再计算这个半高宽 最后算精力尺寸 在这里看到 这个峰 其实KF2 我们看出来不明显 没有明显的KF2的峰 那么我抠除KF2后 这个红色的线 就是我们抠除KF2后的图谱 那么这里就是 抠除后的半高宽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再计算的半高宽 算出来后 它的精力尺寸就是一个 29.6 比刚才这个稍微大了一点 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是 我们为了计算 纯样品的精力尺寸展宽 一个是抠除KF2 抠除完后呢 我再将一气的宽度 抠除 剩余的才是我们 样品本身的 那么同样 我们先抠除KF2 还是计算那个 样品的这个半高宽 在这之后呢 我输入一气的宽度 0.051度 输入后呢 这是我们计算的精力尺寸 就29.98纳米 也就是30个纳米 你可以看到 我们采用不同的 利用计算精力尺寸的方法 它计算结果是 有点稍微的差别 那这时候我们具体选哪种呢 我们要根据通常来说 你这一批样品 选用一批方法 那么他们的大小之间 就有可比性的 如果你有 某些规定的话 你按哪种方法 如果没有明显的规定 比如说KF2 特别不明显 那么我们直接算一个 半高宽就行了 当然最准的时候 我们要抠除 一气的半高宽 算的精力尺寸 才是准的 那么现在有个问题 那么我们一气的宽度 怎么得到 我们最简单的方法 我们就用一个标样 我采用同样的测试条件 测一个图谱 那么这个标样的半高宽 就是我们一气宽度 你比如说 我这个一气随机带的 刚于标样 我测量一个图谱后 我找到 你测完图谱后 它是很多很多的风 接下来我用哪个风的宽度 作为一气的宽度呢 当你计算精力尺寸的时候 比如在哪个角度 你就找这个角度范围 角度附近 有没有一个刚于的风 那么计算这个风 对应的半高宽 就是我们的相当一气的宽度 因为一气这个宽度 在整个图谱中 它是类似一个抛线的形状 就是一个大锅一样的形状 在中间的角度 半高宽是窄的 在两头都是大的 所以说 我们要将来计算 哪个演示风的精力尺寸 我们要用刚于标样测完后 就在这个附近 在这个角度的附近 找一个风 计算半高宽就可以了 接下来大家稍等一分钟 我切换软件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计算这个精力尺寸 接下咱们计算精力尺寸 第一种 你比如说 像咱们演示风比较宽的时候 比如这个演示风比较宽 像它基本上KF2都看不明显了 我们可以直接利用这个 演示风的半高宽 算这个精力尺寸 这里面 这时候那个KF2是非常不明显 你看就这一小点 如果我们利用这两个风计算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计算的精力尺寸 怎么算呢 那么首先我们右键 Tool里面有个Create Area 这时候呢 我们点个Select an Area 打开后 你会看 这里面就是我们演示风的半高 这个风的半高宽 就是0.143 这时候 右边这个右下角 就是我们计算的精力尺寸 大概60.37纳米 这里面我们默认 默认的一气宽度是0.05度 你如果实际的 实际上选择不同的狭放的时候 这个宽度是不一样的 你可以实际上测完高宽标样后 找到这几个代入 就会比较准一点 如果你要不想测高宽标样 直接输个0.0 默认0.05也够了 还有这个地方有个K值 这个K值这个系数 默认的是0.89 一般我们认为这个精力就是球形精力 如果你想觉得 它不是球形的 是各种各样的 这个系数可以改变 比如改变1 改变成别的值 这个就要大家输入 但是它计算公尺 就是默认谢了公尺 那么另一种情况 我们要看到这个风 比如说它是个 有一个小的Kf2了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计算 将 首先我们要减个 抠出Kf2 那么现在在这里面 红色这个图谱 红色这个地方 就是抠出Kf2的曲线 那么我们点个replace 抠完后呢 同样在这又 点开create area 我们在这里面 还是拉一个面积 那么可以看出来 这个精力尺寸 90.6纳米 说明这个样品存在什么呀 精力尺寸的各项异性 刚才咱算大概60纳米 这个90纳米 说明这两个精力 是有各项异性 咱们再看一个 比较明显的 Kf2的风 那么我们看到 打开一个钢玉的样品 因为钢玉 接晶性是非常好的 它颜色风特别细 那么你看到 这个Kf2是非常明显的 在这种情况下计算的时候 我们必须给Kf2抠掉 然后再算那个Kf1 这个风的那个半高宽 然后再算精力尺寸 才是比较准的 那么首先我们点这个 Strip Kf2 那么这个红色的线 默认的就是抠出 Kf2后的风 再有他们默认的理论上 Kf2占Kf1的强度 是1比2的关系 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 股包特别明显的时候 你可以轻微的动一下滑块 让这个地方变得相对平一点 这样的话 我们接下来要选择一个 计算面积 选背景的话 会比较好一点 那么同样我们右键 Tool 一个Create Area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点个Select an Area 我们就可以 计算这个面积 那么这个0.068 就是这个风的半高宽 算出来这个精力尺寸 就是100 100动纳米 因为刚有这个精力尺寸 比较大 179个纳米 所以在这里面有个问题 当这个颜色风 都是特别宽窄 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挑哪个风 计算精力尺寸 大小应该都差不多的 不会差很大 它每个颜色风 根据每个颜色风 算那个精力尺寸 它仅仅代表这个精面 法线方向 这个精力尺寸的大小 所以说 如果这精力尺寸 不是圆形的 不是球形的 那么你算这精力尺寸 就会有时候存在 各项异性 比如游戏方向 这个风比较宽 那么精力尺寸的比较小 这个比较窄 精力尺寸比较细 所以说 我们实际计算的时候 算精力尺寸的 如果你们根据常用的习惯 一般比如我选一个最强方 就作为一个单风计算 这个精力尺寸 就代表这个整体 另一种的 我选择几个强方 算它几个的平均值 作为精力尺寸也可以 或者的话 你最好用那个TOPUS软件 我们要利用全普尼合精修 这样的话得到的是 整体的体积平均的 精力尺寸值 这就是这一块 还有一种情况 当我们的样品里面 存在非精态 存在非精态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算精力尺寸 你像这个图谱 那么它存在明显的非精态 这时候因为非精态 我们可以认为 它精力尺寸就无限小了 都是不成形状了 不成精气形状了 变成非精态 这时候我们要算 这些演示风的 精力尺寸的时候 因为我们算演示风 积分面积的时候 要跟这个背底 拉一条直线 扣背底 我们最好的途径是 先将这个非精态 给它扣掉 我们拉这个 非精态的图谱 我们要扣这个背底 拉这个背底 拉这个虚线 将这个非精态 扣掉它 现在是不是变成一条 直线了 变成一条水平线之后 这时候我们在计算的 精力尺寸就比较 稍微比较准一点了 那么同样 create area 我们比如选中 这个面积之后 就可以得到 这个精力尺寸 大概是26个纳米 这就是说 当我们这个 就是纯接精态的时候 我们直接 如果KFR不明显 我们可以直接 计算半高宽 算精力尺寸 如果KFR特别明显 我们扣出KFR后 再计算精力尺寸 如果有很大的非精态 我们将那个非精态 作为背底 扣除后 再算精力尺寸 这就是我们依法软件 常见的计算 精力尺寸的方式 具体的话 大家看看 有什么问题没有 有什么问题 可以留言 我现在看看 咱们的工作号下面的留言 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提问 咱们的工作号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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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